下班時間到準時打卡 是上班族每天最期待的事 連檢察官開庭中都急著準時打卡 庭審進行到一半 起身脫掉髮袍準備離席 這樣審判長好傻眼 事發在4月10號台東法院 庭審進行到5間12點15分 罗姓檢察官突然說 等一下還有事 脫掉髮袍想離開 審判長求抑制隨即出身 欸 檢察官 還沒 現在被告補充詢問證人 不料罗姓檢察官進回 現在中午12點多了 我等一下還有事 堅持離開 邱一智當場傻眼發出 蛤 羅姓檢察官不斷反問 還要多久 大概會到幾點 但無法得到名券回覆 索性直言 12點之後 檢察官是沒有義務繼續開庭的 眼看無法阻止羅姓檢察官離庭 邱一智只問 12點就可以離開的依據在哪裡 羅姓檢察官隨即提出 台灣高等檢察署相關請務要點 強調按照此進行上班級休息 邱一智反提法院組織法 主張法律未接而言 高於羅主張的行政規則 羅姓檢察官無奈表示 我今天還是把這個停立完 但之後我就不會再這樣子 公訴檢察官實行公訴的時候 本來就有這個全程的義務 本署的公訴檢察官也一定會 秉持著這個我們檢察官 客觀的中性的義務 來維護我們司法的公正性 原本審議犯人的法庭成了檢察官與審判長的下班辯論站 對此台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廖榮寬警表示 針對此事將於15日啟動相關調查 記者潘政賢出軍一台東包 透天錯內 橘紅色火光冒出 還有大量農燕往街上菜 消防救護車緊急趕到現場 跟時間賽跑 從火場中救人 那邊人有叫到嗎 消防員衝進屋內 找到受困民眾 四歲小男童也被爆出來 立刻送醫 三大人一孩童全樹救出 暗夜而火就在彰化山中間 三樓透天錯不明願意起火 屋主還原 當時親戚 一聽到老闆一聲 爆炸的聲音 一樓一樓都在哪 屋主一家險象還剩 一樓七平大的客廳 天花板 槍壁 硝豆焦黑 地上還擺慢許多雜物 好險當時家人發現的灶 而在彰化另一處 長壽街的市場內 也傳出火劑 農燕不滿整條街道 一大造市場內的混沌店起火 消防員趕來 電鋸破門布水線 噴灑泡沫槍救 情勢一度緊張 但旁邊的攤販都還是照樣開店做生意 還有民眾不時張望 形成強烈對比 看到店面全混 老闆娘無奈的說生意都不用做了 疑似點線走火 燃燒雜物釀貨 至於詳細期貨原因及財損 要再帶火釣釀釀釀 記者陳盛文揚聲彭宇飛彰化採訪 奇怪沒有下雨 怎麼馬路變小河 車輛開過掀起陣陣水花 原來是路面凹陷 地底下的自來水管破了不停冒水 還淹到旁邊人行道 清晨六點多民眾通報 台中大理國光路一段淹水 剛好是上班時間 車來車往也沒有交通指揮 通勤族覺得好危險 自來水公司回應 因為國光路是主要干到 長期被重車碾壓 加上管線老舊導致破管 強調昨天就已經發現水壓異常 凌晨連夜派人找到漏水點 準備白天開挖 沒想到計畫趕不上變化 清晨六點突然爆管 自來水管線破裂 除了道路封閉 上午也一度造成大理區 大原理九千多負停水 好在當地住戶大多有水塔 或接地下水使用影響不大 路面積水也沒有造成交通意外 記者陸俊傑的雲記 路邊發出碰碰 巨大聲響 有民眾發現四名男子在轉角 一間餐廳 手持球棒對店家狂砸 四個人從左邊狂砸一路打到右邊 大片玻璃被打碎還不罷休 對店家鐵門破漆 似乎有人看不下去大聲呵斥 被砸的店家是一間檢餐廳 在嘉義市中心路 業者道場看見兩大片玻璃碎裂 變成蜘蛛網 鐵門被破漆疑似被報復尋 而動手砸店的男子竟是前工讀生 只有三位朋友一起砸店 球棒打歪甚至被打斷 警方調查四個人都未成年 疑似勞資糾紛 讓前工讀生心生不滿 砸店破漆飽伏 四名少年手持球棒迴搶店家 並有撲灑油漆之行為 傳出這名前工讀生 打工時曾偷錢被老闆抓包 之後礦職沒上班 沒想到再出現竟然料人砸店 恐怕讓老闆更萬壇 記者侯顧文 這一包